以前介绍过很多55家的社区 因为佛罗里达州本来就是一个特别适合退休养老 享受生活的地方 但是55家社区有一些华人不太能够接受的地方 比如说物业费太贵 管得太宽 18岁以下的小孩不能常住 后院不能种菜 等等 那么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 既适合投资又适合养老 价钱也非常的亲民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Yuki姐姐在佛罗 小区位于Lisbert的最南边 与Gothland的交界处 开车去阿兰多华人超市只有36分钟的车程 小区地段环境优美 离最大的老人社区The Village 只有20分钟的车程 三分钟的车程到达医院诊所 五分钟的车程到达周边的小商圈 周边配套也很齐全 虽然不算热闹 但也很安静切忆 小区的管理费只有70美金一个月 没有CDD 用的呢也是华人最喜欢的天然气 我知道有很多那种半退休状态的朋友们 在这边买一个房子用来自住 但其实一半的时间可能都在外面旅游 物业费如果太高的话呢 那就太浪费了 如果您正在找一个适合养老 离中国超市不算太远 预算不算太多 但又不想付高额的物业费 又喜欢中国式的烹饪 这里就是您的最佳选择 今天介绍的这个小区并不是一个55家的社区 小区有很多户型可以选择 从小三房到大的五房 价格从20多万到40多万不等 这是开发商莱纳的一个叫Winson的一个社区 虽然我已经介绍过很多遍了 但是还是要重复一遍 莱纳的交房标准是包括所有的厨房电器和安装百叶窗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户型叫做Allentown Allentown居住面积1853尺 四房两玉平成 推荐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性价比比较高 同样是四房 但是它比房中房的四房户型便宜至少4万 适合投资或者小家庭居住 以一个十年经验出租管理公司的老板的眼光来看 投资出租买它就肯定不会错 大厅边上的三项大窗让自然的阳光透进来 即使不开灯房子也显得非常的光亮 三个小房间在房子的一端 共用一个浴室 主人房通常在房子的末端 窗户可看到后院的景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今天的Allentown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